2024年是人类最接近世界末日的时刻,来自世界末日时钟的警告。 那么,这是怎么回事呢? 世界末日时钟是什么? 世界末日时钟是一个象征,代表着我们距离用自己制造的危险技术毁灭世界有多近。 这座时钟自1947年以来一直保存着,象征着未经控制的科技对人类的威胁。 1947年创建时,世界末日时钟的放置是基于核武器构成的威胁。 当时的原子科学家公报的科学家认为,核武器是对人类的最大威胁。 2007年开始,原子科学家公报将气候变化带来的灾难性破坏纳入其手动制定的审议中。 这个象征性的时钟距离午夜24点越近,则表示世界距离毁灭也越近。 如果时钟被设定到了午夜24点,那么意味着世界末日般的灾难将要发生。 末日时钟警告,2024年依然是人类最接近毁灭的时刻。 末日时钟在2024年的1月23日更新了最新的时间,现在末日时钟距离午夜还剩90秒。 这表明2024年是人类最接近毁灭的时刻。 根据原子科学家公报的科学家和专家表示,他们决定在2024年将时钟保持在距离午夜90秒的位置,与2023年的情况相同。 这是历史上最接近午夜的一次。 这是因为去年的风险继续以有增无减的凶猛程度给世界各地带来前所未有的风险。 该组织表示,影响时钟位置的主要因素是世界多地持续的战争,以及危险的环境里程碑。 因为2023年是人类有纪录以来最热的一年,原子科学家公报还认为对全世界安全构成威胁的其他主要问题,包括人工智能的进步。 他们表示,人工智能的进步引发了有关如何控制技术的问题,这些技术可能会改善或损害人类。 关于人工智能毁灭人类的情景,在很多影视作品中都出现过,以前的很多人并不怎么关心人工智能可能存在的风险。 那主要是因为当时人工智能的发展还相对比较缓慢,而随着最近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让人们意识到了他们存在的一些风险。 就在2023年的时候,数百名人工智能领域的知名人士签署了一封公开的信件,警告人工智能有一天可能会毁灭人类。 这份简短的声明表示,与流行病和核战争等其他社会规模的风险一样,减轻人工智能带来的灭绝风险应该成为全球优先事项。 其实大家仔细想想也能明白为什么有人担心人工智能可能存在的威胁。 随着人工智能的发展,他们可以代替人类去做一些事情。 当人工智能系统被赋予了越来越多的自主权,并将它们连接到重要的基础设施。 包括电网、经济甚至是武器系统的时候,如果不加以控制,它们可能会引起问题,而气候变化也是老生常谈的一个问题了。 现在,随着全球不断的变暖,全球暖化带来的影响也变得更多。 现在的很多人,其实或多或少可以感受到全球变暖带来的影响。 比如在夏季袭击多地的极端高温,不仅如此,人类大量排放温室气体所导致的气候变化已经对环境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比如冰川和冰盖正在缩小,陆地上大量融化的冰导致海平面上升,河流和湖泊的冰也正在提前融化。 甚至一些植物和动物的地理分布范围发生了变化,气候变化对降水与河雪的影响也在出现。 这导致一些地区出现极端降水的概率在增加,而另一些地区则会出现干旱的情况。 如今全球变暖的巨大影响现在已经开始出现得越来越频繁。 如果未来全球继续不断地变暖,那么气候变化带来的后果也会越来越严重。 总之就是,末日时钟在2024年更新后,2024年和2023年一样,依然是人类最接近末日的时刻。 不过影响末日时钟变化的这些因素,人们现在做出改变依然来得及。 自去年以来,末日钟一直设在午夜前90秒的位置,但据预测,由于近期部分地区战争,气候灾害继续造成破坏,末日钟将越来越接近午夜。 下周更新之前,以下是关于末日钟的一切,你需要了解的信息。 什么是末日钟?末日钟是一个象征性的时钟,显示世界离人类制造的全球灾难有多近。 有专家们判断,每年根据人类面临的全面毁灭,午夜的距离来更新钟表。 如果时钟向前移动并靠近午夜,与前一年相比。 这意味着人类离自我毁灭更近了,但如果它向后移动,离午夜更远。 这意味着人类在过去的12个月中减少了全球灾难的风险。 有些年份,时钟的指针根本不会移动,就像2021年和2022年一样。 这表明全球形势没有改变。 这个钟表由位于芝加哥的非营币组织、原子科学家通报、设置。 该组织发表学术期刊,尽管是象征性的,而不是真正的时钟,但该组织在揭示指针是否移动时,会展示一个实际的四分之一钟模型。 揭示之后,该模型可在原子科学家通报办公室的凯勒中心找到。 该中心是芝加哥大学哈里斯公共政策学院的所在地,末日中是核实更新的。 每年一月,原子科学家通报都会公布对末日中的年度更新,即是指针未移动。 今年,该组织将于东部标准时间上午10点,格林一致标准时间下午3点的星期二、1月23日,在一次直播活动中揭示指针的位置。 活动的发言人将包括原子科学家通报、总裁兼首席执行官瑞秋、布朗森和科学教育家比尔、奈。 该活动将在原子科学家通报的视频频道和网站上进行直播。 末日中是何时创建的? 末日中是在1947年6月创立的。 当时美国艺术家林美艾特·威尔·兰斯多尔被聘请为原子科学家通讯、杂志设计一张新的封面。 根据该杂志的第一位编辑Eugène Rabinowitz的说法,组织希望通过封面上的引人注目的图像来吓唬人们变得理性。 这发生在公众对原子战争和武器担忧的背景下,就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两年,兰斯多尔最初考虑汇至游的符号,后来画了一个时钟来传达紧迫感。 它将时钟设定为午夜七分。 因为在我眼中看起来不错,兰斯多尔后来说,在随后的几年里,每当我们接近灾难时,时钟的指针都会调整。 2009年,原子科学家通讯停止了印刷版,但该中美年仍会在其网站上更新,现在成为科学日历中备受期待的亮点,谁决定事件。 在创立之后不久,原子科学家通讯的编辑Eugène Rabinowitz决定是否应该移动指针。 Rabinowitz是一位科学家,精通俄语,并在和财俊的讨论中发挥领导作用。 这意味着,他经常与世界各地的科学家和专家进行讨论。 在考虑了这些讨论之后,他会决定时钟是否应该前进或后退,至少在时钟存在的最初几十年里是这样。 1973年他去世后,油和技术和气候科学专家组成的通讯科学与安全委员会接手了这一工作。 这些专家中包括多年来的13位诺贝尔奖获得者,该小组每年会面两次,讨论全球正在发生的事件,如乌克兰战争,以及是否需要调整时钟,时钟核实最接近午夜。 在2023年,时钟的指针被调至离午夜最近的位置90秒,因为人类进入了前所未有的危险时刻。 在2023年之前,时钟的指针在2020年曾经离午夜最近100秒,那是因为全球各国面临着两个同时存在的存在危险。核战争和气候变化,时钟核实离午夜最远。 在1991年,冷战结束后,通讯将时钟的指针调至午夜前17分钟。 战争结束后,美国和苏联签署了战略武器削减条约,这意味着这些国家将削减他们的核武库,减少核战争的威胁,末日中会在2024年到达午夜吗? 在下周更新时,时钟不会达到午夜,因为这意味着人类正处于完全毁灭和自我毁灭的边缘。 2007年,通讯开始将末日中纳入其调整指针的讨论中,包括气候变化所引起的灾难性影响。 今年的决策很可能会考虑到气候问题,因为过去12个月,科学家们一再警告世界变暖的代价。 过去75年来,时钟离午夜有多近,末日时钟越接近午夜,人类就越接近毁灭。 今年,末日时钟维持了去年90秒的设定,表明科学家们认为导致世界走向毁灭的险恶趋势仍在持续恶化。 其中,俄罗斯与乌克兰冲突中出现的核战争可能性以及美俄两国对核武库现代化的推进,被列为引发核战争误判风险上升的关键因素。 与此同时,气候变化问题也愈发突出。2023年,地球经历了有纪录以来的最高温度,引发了诸如洪水、森林火灾等各种大规模自然灾害,进一步印证了全球变暖对地球生态系统构成的严重威胁。 末日始终自2007年起就将气候变化纳入其评估体系,反映了科学家们对环境恶化的深切忧虑。 此外,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飞速进步,科学家们指出其在军事应用及虚假信息传播方面的巨大潜力, 但也强调许多国家已经开始认识到监管AI的重要性,并着手采取措施以减轻潜在的危害。